女人从胸口拿出一瓶神秘的液体 而面前的男孩身体一直 脑袋开始诡异地晃动 女人越笑越开心 随着摇晃速度越来越快 男孩的耳朵居然冒出诡异的白烟 接着身体一抽 屁股出现一个光体 男孩一下飞到空中 可落到地上却只有他穿的衣服 男孩居然变成了一只老鼠 众人纷纷抬起脚要把这个男孩送去西北 慌张的老鼠有点慌张 这是一只小白鼠出现 直接拽住他的尾巴 一个劲地往回跑 接着跳到一出壁橱里 女人立刻打开了屏障 却发现里面还有一个人类 于是一把抓住他的耳朵直接往外面拖 手下立刻跟上来 要将偷听的男孩也变成老鼠 接着拿出蓝色液体滴进他的耳朵里 见到效果不是很明显 紧接着又滴上了几滴 这诡异的一幕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诡异 男孩的蹊跷开始冒出了青烟 这让他们笑得裂开了嘴 随后一个闪电屁瞬间出现 将男孩送到天上去 紧接着身体出现无数的气泡 下一秒耳朵也开始变异 衣服里的男孩消失不见 变成一只呆头呆脑的老鼠 女人对自己的成果很满意 于是准备把他抓住 一把按住老鼠的尾巴 同伴立刻递来锤子 没想到意外却发生了